既没有走秀,又没有实体店 只靠网店,就跟把包卖到GV爱马仕的8500美金 什么品牌这么大分 可是即使是CBCL,8500美金,你会吃吃吗 整体这些不说假话,老实上人儿在吧吧 大家好,我是你轻轻的小文 哈喽,大家早生好 只靠网店,就跟把包卖到GV爱马仕的8500美金 是,而且只能是Phoebe Fellow 如果不知道他是谁,那Tashi的包你一定见过 香簧包,水桶包,鲤鱼包,欢迎包,盒子包,包包经典 库比亚时尚圈6年,终于在10月30号正式回归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位,设计大神 那么在正式开始前,欢迎大家留言的点赞,投币 欢迎大家留言,我们都说,我们走起 关于几个非常集中的正义点,今天开一个时尚爱好者的高端局 第一个,有声音说Phoebe是不是在抄BB 说这话特别像在问,哎,你爸怎么长得有点像你呢 2017年就从公众事业消失,谁演的这几年虽然很少公开出现 但是江湖上余波挡漾 爱主Peter Do,不但创建了自己的品牌,还接手了上古大神Helmut Long 德力助手Daniel Lee,上位BB总监,直接让BB业绩翻倍,并且获得年度设计师 可以说,Phoebe的极简精致风格从未离开市场圈 还有多受欢迎呢?因为没有哪个服装设计师的消费者会像饭圈女孩一样给自己取名字 比如Taylor Swift,粉丝叫Swifty,Phoebe的粉丝叫Taylor Files 我还记得2018年,离这消息一提出,上海红龙Celine店打开昌龙 因为好多人怕今天会停产 粉丝年度之高,以至于个人官方IG上没有发布任何内容 就累积了将近37万粉丝 Hidy Sleeman,当年接手Celine的时候,被骂得爆惨 当时分析老Celine的发展达到了瓶颈 LVMH集团召集拉着Hidy Sleeman来 并给Hidy立下了Sleeman三年业绩增长100%的目标 当时可能会以为,哦,是不是Phoebe的商业化能力不强 所以才换那人,其实不是 从08年Phoebe接手到18年离职 Phoebe用这10年的时间,让Sleeman的业绩翻了4倍 从2亿欧元达到了9亿欧元 第二个问题,同样的风格,高昂的售价 曾经的客户还会买单吗? 新系列上线一天之后,超高的售情率直接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没有走秀,没有大规模宣传 甚至没有像HM的联名系列先预热一个月的发售 Phoebe直接上线开卖 首个系列接近150款单品 包括衬衣,包括配饰,包括鞋,还有首饰 整体框架,产品的布局很老的,比例很精准 这其中不乏商业款,有波动大众舆论的话题款 间接力度的剪裁,没有任何品牌logo 以黑白为主,也有一点珠红,深宗,荒草绿,米白,口粉 没有任何印花 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套用一个这几年我们常见到的风格 静奢风 Quiet Luxury Quiet Luxury并不是Phoebe首创 但它却是最近20年这个风格中最有代表性的设计师 同类型的,还有贝嫂的Victory Beckham,还有Ju-san的Hero 尤其这两年,Vivi的爆红和Peter Do的深耕 可能会让无论是大众,还是深度时尚爱好者 都觉得Vivi的第一个系列,风格并不鲜明 的确,这几年他不在的时候,这个风格我们持续见到 但我觉得他的系列依然很有竞争力 因为首先,流行性是要结合时代背景 每当经济退行的时候,极简风,静奢风就会出现 就和美妆领域的口红相应一样 经济退行时,人们倾向于穿得更简洁 保守,用低调奢华来代替高调张扬 Vivi当上森林总监的时候,刚好2008年经济危机 今年个人品牌回归,我们也刚好能感受到 疫情之后经济的震荡 所以接下来第三个整理点 定价是否合理? 一件夹克2800到3200欧 长款羊毛大衣4900到6800欧 甚至还有13000欧的手工大衣 和6800欧的Totbag 定价直逼同类风格的The Road 所以Vivi的目标客户画像也很清晰 就是那些觉得79元的煤杯 哪里贵啊 但那些人太考验演技了 一句话有莫方两个人 一方面,金字塔兼的鼎立消费均 并非价格敏感性消费者 另一方面,Vivi的宗教熟性 再加上严格控制的供需关系 让售庆一点都不意外 其实时尚媒体在10月初 已经被品牌邀去伦敦办公室 参加提前预览了 150款单品 每一款的库存量 均不超过100件 倒不一定是饥饿营销 虽然钱东家LVMH一团 有入股 但也只占一小部分 整个的管理和大权 还在Vivi个人手上 所以Vivi的个人品牌 严格意义上 并不能算大型的奢侈品品牌 控制生产成本是必须的 因为一般人可能没有办法想象 要做一个全品类的品牌 前期的开发成本有多高 而且第一个系列 采用了非常有诚意的 急看急买模式 这需要提前备货 而且全部Made in Italy 没有大几百万 上千万欧元的投入 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所以我看到 在知名博主 Budy Product的贴子下面 有人留言 为什么最大尺寸 只做到14 都2023年了 你是不是歧视 我们普通生产的女性 然后我的回复 也非常不留情面 Go to gym or go somewhere else 而且 欧美的大马 和我们中国人理解的 XL XXL 都不是一个概念 对于一个新品牌 要覆盖全尺寸 非常不现实 而且也完全没有必要 接下来第四个问题 Budy不在市场圈这几年 也一直有同类型的品牌 在瓜分这样的一个市场份额 个人品牌回归 依然是原汁原味 老色力 在这个时候 是否合适 换句话说 观众是否已经看腻了 那我的答案 依然很积极 除了前面说的 需要结合时代背景 结合宏观经济 这里有一个不可忽视 而且不可复制的变量 就是Phoebe Fellow 本人 Lady Max 时尚编辑认为 Phoebe Fellow 是和Supreme 还有Gromhart一样 属于宗教类的品牌 这些品牌的定价 其实不与成本直接相关 而且也不和同行比较 他们的定价逻辑 以清态系统中 唯一的神圣为准 而Phoebe Fellow 本人 就是这个宗教里 神一样存在的 一间领袖 如果大家还记得 我们曾经看时尚杂志 前面25到30页 基本上 都是各个大品牌 买在广告位 一页一页翻下来 其实 老色力的广告片 就非常读书一致 用23年的流行说法 就是CCD风格 用CCD这种 已经被时代淘汰的技术 拍出一种 又生又朦胧 非常真实 但氛围感 又恰到好处的照片 随便一拍 就这么好看 随便一拍 就这么有个性 而这样的广告片 所传达的 刚好是很多女性 都向往的 而且是只有女人 才懂的 不谄媚 不过分性感的时髦 和松弛感 这个感觉 有很多眼神和高仿 但还是Phoebe最正宗 换成别人 都不好使 而最新系列 官网放出的 所有宣传图 Motor都和Phoebe Fellow本人一样 纤细 高挑 是一种品牌 从未用公关稿宣传 但却一眼能认出的 法国女人形象 这种高度 个人的话的广告片 常常暗藏着 过剩的自我意识 因为就像Phoebe自己说的 只有自我意识 过剩的人 才适合创立 个人品牌 有这个宗教领袖 一样的核心在 忠实消费者 才会如此的死心塌地 再靠着Phoebe 在Selene十年 打下的坚实基础 有老Selene 为新Phoebe做背书 以及为了产品质量 精雕细琢 而一再推迟的发布时间 让消费者 不会对产品质量 产生任何顾虑 在大部分人 还在观望的时候 早就闭眼下单了 而接下来 就是要等这些 第一波买到手的客人 化身人形宣传位 在与他们 同一个圈层的人群中 免费做二次宣传 那最后 品牌未来的发展 聊了很多 但是几乎没有 太聊到具体的设计 没有像我之前 做出场解析一样 做一些灵感的溯源 或者是做一些 工艺的分析 拆解一些版型 都没有 因为我觉得 这个根本就不是 今天的讨论重点 因为Phoebe的硬实力 绝对过关 她的徒弟 徒孙 助手 都这么牛逼 如果我再去讨论某一个细节 做的不怎么样 其实意义已经不大了 在整个设计 生产过程中 一定挑战了很多新工艺 克服了很多困难 越是看似简单的东西 其实就越难做 比如某一道车线 走明线 还是走暗线 就很有可能 找遍整个意大利 都没有一两台 合适的机器能做 而且Phoebe是 严苛的出了名 我记得曾经有 Selene的老员工说 Phoebe让她面 要求她 把logo向右 一个像素 要知道 时尚圈有很多大神 但并不是所有人的 个人品牌 都能这么成功的 有很多大神的 个人品牌 要么被收购 要么直接关掉 或者已经根本 就不是自己在设计了 要完全坚持 个人思想 个人审美 要保证一个 奢侈品的高标准 而且还是一个 全新的品牌 我觉得Phoebe目前 保持中小而美 刚刚好 大家有什么想法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进行一番讨论 好的 那么以上 就今天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订阅的 点赞投币 发动的留言 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